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国第一个有效控制西藏、新疆、满洲和蒙古等地区的国家 我国在长期的历史中 不管是哪个王朝 存在的一个最头疼的问题 就是少数民族区德管制问题 古代或越在我国北方的匈奴、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 对于中原王朝的统治 造成了强大的影响 各朝代都会花出许多的精力 来处理边境的问题 清朝的出现 让这些地方真正的纳入了中华的国土范围 清朝时期 左宗堂收复伊犁、康熙 收复台湾和消灭三班势力和格尔丹势力 三、清朝的巧妙外交 也是七成功的一部分 这一点是我最不同意的 回看一下清朝的外交事件 清朝与沙儿签订数次个人领土条约 让我国际百万平方米的故土落入沙俄之手 借让辽东半岛、山东给德国 让日本占领我宝岛台湾 把台湾借让给英国 澳门给葡萄牙 还有无数的放群入国条约 这难道是外交的成功?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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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